在生活中,我们经常会因为一点点不足挂齿的小事,就容易发很大的火,尤其是面对和自己关系越亲密的人,越会口无遮拦地说出伤人的话。 虽然生气时说的大多是气头上的话,可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 有时候,一句伤人的话就足以改变一段关系。 记得不久前看过这样一则小故事。 善道禅师在早些年和朋友论道谈禅,结果两人意见发生了很大的分歧。 朋友真诚地对善道说,你若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,还配得上谈论佛法吗? 没想到,善道听了以后却很生气,他觉得朋友太没有教养,于是说了一番狠话给对方,并想和对方断交。 朋友看到,善道不仅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,还出口伤人,心灰意冷地离开了。 后来,善道四处云游,一路参禅讲佛,修为有了很大的提升,但依然有人对他提出不同的意见,甚至是出口污蔑他,排斥他。 他不禁感慨,今朝如是大观,往事当真如尘土般渺小。 善道这才明白,当年朋友说的话只是忠言逆耳,那根本算不了什么大事,朋友也不是真的有针对他的意思。 从此以后,善道常常后悔自己当初一怒之下出口伤人,导致和朋友决裂,两人的关系也无法再挽回。 为一些小事而生气,并不值得,为解自己的意识之气而出口伤害别人,就更没有必要了。 要知道,生气时说的话,就像一把锋利的刀,一不小心就会在不经意间扎伤在乎你的人,刺统关怀你的人。 生气时说的话,就好像钉在墙上的图钉,即便事后把图钉拔掉了,墙上的洞依然不会恢复,就像内心的伤痕不会消失一样。 常常听长辈们说这么一句话,大事小事天大的事都会成为过去的事。 莫让一时的契机,一些无足挂齿的小事而伤害了彼此的关系。 朋友阿飞和妻子关系很好,在朋友圈里他们是出了名的模范夫妻。 问到两个人的感情保鲜的秘诀,阿飞笑眯眯地说, 哎呀,其实哪有那么多秘诀,我们俩不过是遵守了一个约定。 就是吵完架以后,不可以立刻责骂对方,怪罪对方, 而是双方先保持沉默,各自回到房间里做自己的事情。 等大家都觉得冷静下来了,再和对方好好沟通,一起解决事情。 我好奇地问道,为什么生气时要先保持沉默不说话呢? 阿飞说,因为我们发现,我们都无法控制自己心中的怒火, 一旦生气时开口说话,就难以确保自己下一句说的话有多伤人。 阿飞的回答其实真的很有道理, 遇到挫折,受到委屈,和别人发生争执,都容易让我们产生负面情绪, 积压心中的怒火。 如果一味地让怒气释放出来,只是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而说一些狠话, 不仅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, 更会在别人的心里留下伤痕,在自己的记忆中落下烙印。 倒不如在生气时先让自己保持沉默, 等冷静下来了,再做下一步决定。 想明白了这一点, 那么生活中的很多矛盾就能轻松被化解。 有句话说, 说话是本能, 沉默是修养。 一个人生气时最好的做法就是懂得保持沉默, 不说伤人的话。 保持沉默并不是逃避问题, 而是让自己沉下心来思考方法更好的解决问题。 保持沉默并不是害怕对方, 而是为了维护彼此之间的情谊, 不让关系遭到破坏。 越是生气时, 越要提醒自己保持冷静。 生气时懂得沉默, 才是人生大智慧。 你能控制情绪, 才能控制人生。 大千社会谁也无法保证自己碰不到烂人烂事。 遇到不公平的对待, 或是不如意的事情, 你可以生气, 但更要控制自己的情绪, 让自己保持沉默。 想一想, 因为生气而可能产生的后果。 等怒气渐渐地消退了, 再好好说话, 理智地处理问题。 如此呢, 才能清扫掉生活中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, 因为掉了一颗钉子, 就会掉了一个马掌, 丢了一只马掌, 就会毁了一匹战马, 毁了一匹战马, 就会输了一场战争, 输了一场战争, 就会失了一座城池, 失了一座城池, 最终就会消灭一个国家。 情绪的传递和影响, 远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 生气时说得狠话, 小则会让别人心里不舒服, 让一段关系产生了隔阂, 重则会让自己陷入困境, 从此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。 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, 如果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, 把小事解决好, 那么又如何能控制好自己的人生, 让自己的路走得更好一些呢? 蔡康永说过, 你说话的方式, 决定了你对自己的定位, 以及你在别人眼里的形象。 生气可以是一枚炸弹, 也可以化作动力, 关键在于你的态度。 永远要记得, 生气时别说话。 能控制住自己情绪的人, 无疑才是生活中的强者。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,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,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? 这世上除了我, 只有千万个你, 远离那些让你拨动情绪的事情。 世上没有真的感同身受, 面对其实只有一个人, 一个人在夜里哭着, 哭到头痛直到睡着。 没有人认真地理解你啊, 觉得学为你奉长作戏, 我一直都会记得, 句话强大都忘不离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,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,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 感谢您的收看, 我们下期再见。